大家好久不见 这次我要讲的主题和如何绘制阴影有关 基本上 我的思想都会以如何利于绘制漫画的角度去思考 所以对于专注在插图领域的创作者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影片对你能有多大帮助 还请见谅 我先前也制作过一期讲解如何为人物绘制阴影的影片 有兴趣可见又上角资讯卡 既然以前已经讲过了一次阴影 这次当然要加点新东西 本次的主题是如何使用自动阴影功能来帮助绘制漫画中的阴影 自动阴影是Clip软体在今年3月 随着Ver2.0改版一同推出的新功能 能透过线稿和填充的范围来追加阴影 而我会以很个人化的方式来简易介绍这个功能 以及我是如何使用它 事先声明我的用法大概 大概并没有完全善用这个功能 但或许可以给你带来一些使用上的思路 与影片相同内容的文章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 可以相互参考 先用几张图快速讲一下我用自动阴影功能 做了些什么 之后再慢慢讲解使用细节 准备一份原稿 利用自动阴影功能制造阴影 调整阴影图层修改不透明度 图层混合模式 手动修改阴影范围改变颜色 就能快速得到一个偏大面积照在上层的阴影图层 再次使用自动阴影功能 这次要制作亮光产生的图层颜色不是重点 将制作出的图层放在先前阴影图层的上层 改变颜色和图层混合模式 再调整不透明度就大功告成了 有别于官方的用法 我并没有在使用功能时 对面板上的颜色选项做出过多改动 接着我用一颗圆球 解释为什么我会这样使用 以及介绍自动阴影的简易使用方法 要对绘制出来的原型使用 自动阴影功能 目前还差一两个步骤 一将线稿设定为参照图层 设定成功后 可以看见标记 二将线稿和底色放在同个资料夹下 并且鼠标选注资料夹 我们就能开始使用自动阴影功能了 在编辑 底下可以找到自动阴影功能 预设 选用傍晚当作范例 因为它最多能出现四种颜色 蓝色中心 拖叶能改变光源位置 调整外层安全则能增减光源强弱 注意看面板 随着光强弱的不同 分割颜色的区域也会跟着调整 有时候面板上 色接丝的颜色不出现 就是这个原因 我将颜色更改 让你们看得清楚一点 因为有四种颜色 所以按下OK后会生成四个涂层 在资料夹上方 四种颜色独立分层 且区块面积并不重叠 让我觉得不方便修改 所以之后使用 才会多以专注再算出一个 我需要的颜色 区块就好 顺道补充一下 阴影类型选 平滑的阴影的话 只会生成量处以及暗处 两个涂层 范例 用范例来了解一下 功能的使用状况 右侧可以看见 目前档案的涂层状况 人物的线稿和底色 我都已经放在同个资料夹底下 设定为参照图层 可以指定资料夹 所以复数的线稿图层 可以统一放在一个资料夹中 眼睛的线稿我不想要被参照 所以单独移了出来 先前未提及的一个重点 底色的每个区块 需要保持单一颜色 不然会影响 自动阴影算出的效果 开启自动阴影 面板的数据会 停留在上次最后使用的数据 这次的预设 我们选夜晚 因为范例中有个魔法阵 所以光源我放在右上方 逻辑上 我想得到一个亮面和一个暗面 两个涂层 所以在调整光源的强弱 以及位置时 我专注在观察量 暗面的范围 至于它们是什么颜色 对我来说不重要 因为我之后会把颜色改掉 按下OK 我们会得到新做出来的三个涂层 亮面 中间色 暗面 因为不需要中间色那个涂层 所以可以把它删掉 之后我们将亮面 暗面重新填色 更改不透明度 以及涂层混合模式 亮面我填黄色 混合模式 绿色 暗面填紫色 混合模式 线性加深 这样立体感的雏形大致上 就做出来了 接着自己手动修改细节 我们的关系 就做出来了 我会不变成 但是在这些地方 你会认为 我是两个涂层的 在这些地方 对我来说 你会认为 有什么颜色 对我来说 你会认为 真的颜色 对我来说 我们的颜色 你会认为 对我来说 那边 就会有很多颜色 我们的颜色 也会认为 你会认为 我们的颜色 对我来说 您是什么颜色 对我来说 我来说 就大致完成了 想要更精致一点 可以加一些局部阴影或间层 总体来说 我主要会利用自动阴影功能 制造出我想要的区块 再进行修改 而个人建议 考虑是否使用这项功能的重点是 使用者修改阴影的时间快不快 是否能为创作者 增取到更多创作时间 范例二 在接触任何一种新功能时 面对面板上一堆 可以调整的数据选项 或许会使人眼花缭乱 这个部分主要就是 带大家简略了解一下 我是如何调整面板上的数据选项 经过先前的范例 应该大致了解了我的思路 我只需要功能 为我制作出来亮面或暗面的范围 不在乎色块的颜色 所以有时候 我最终也只需要一个涂层 而初步使用自动阴影功能时 你或许会碰上一个问题 我想要让暗面再多一些 但我的光源已经不能再调小了 接着 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 阴影的范围不能再增多 是因为控制项的滑感 已经推到底了 只要能控制的颜色越多 每个颜色能分配到的范围就越小 也越容易受到范围限制 因为我在使用上 大多只需要制造出一层阴影 所以大可以把不需要的颜色范围 都拿掉 只是拿掉颜色的顺序 请从右边开始拿 因为我们是需要留下最暗的部分 制作好后 你也可以存成一个新的预设 供下次使用 实际使用 有时候 阴影也不用要求一步到位 可以把自己觉得好看的部分 合并在一起 在一起 接下来跟之前示范的步骤一样 修改阴影范围 改变阴影颜色 有需要的话 再加一点细节就完成了 其余补充 就像我先前提到的 是否考虑使用这个功能 取决于使用者修改阴影快不快速 因为在一些人的认知中 自己亲自画这种大面积的阴影 就足够迅速了 功能能让创作过程变得更便利 才需要去使用 所以下面我再放几个片段的使用状况 给你们当参考 光源类型选点桩光源所呈现的效果 改成直射光源 两者对比 片段二 个人认为衣服的光影都还行 大致调成这样就能开始修细节了 不用要求一步到位 前后比对 整体的使用想法 修阴影的重点在于 帮头和脖子的连接处加阴影 不用硬式要求软体 一定要帮你算出来 以及 光源的位置可以多方尝试 找出自己觉得最好的效果 毕竟漫画有时 不需要求光影特别的正确 而是要求气氛上的感觉 影片到此将搞一段落 想支持我继续创作 欢迎订阅频道 谢谢大家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